明年準備迎來的台湾四百 小龍文化橫区是推出台河跨海結束交流的地點 並且是邀請荷蘭還有台湾在地的六位結束家 是創作出六組的作品 等期是到明年的一位婚 希望救到結束的力量 來探測台湾和荷蘭之間立宿文化的連結 我來問一下明年台湾感謝四百年 小龍文化橫河的電源 是由台湾和荷蘭跨海結束交流的地點 當海洋相遇 你真是在小龍文化橫区信寶開幕 就為貴賓都告到這會見證 四百年前的荷蘭四百年前的台灣 經過了多少呼喚性能夠到現在 我們要看過去台灣三百年的時候 台南三百年的時候我們都還沒有出生 台南五百年的時候我們都不在 所以在這個歷史的里程碑 我們為後世留下了什麼 那從過去我們的祖先一步一腳印走過來 那他們留下了什麼 這次在等時都總有台灣和荷蘭 留平原藝術家來創造出六項精彩製品 新年來探射台南和荷蘭能夠一間歷史 結束跟文化連結 基本上可以為市民車來展現的技術體驗和文化感受 這四項作品全部都是連結跟台南在地的 歷史文化建築景觀人造跟自然環境 與我們跟其他物種之間的關係 希望這個展覽可以透過當代藝術 尤其又是新媒體和複合媒材的藝術創作 引導民眾可以來思考 台南過去已經走了四百年跟歐洲的關係 那未來我們在面對世界變化的這樣的一個局面 未來百年我們台南可以怎麼樣走出 自己新的不一樣的格局 這次在台南當中可以看到台灣和荷蘭 在大航海時代連結跟歷史文化 是最多的看到 天氣是到明年一月份 接下來市府也會繼續推出各種台南四百下的活動 就歡迎民眾來到台南探射 繼續祝福和你哭菜紅布的 在那邊